嫦娥5号上演月宫之吻 中国航天科工微波红娘贯策小分队圆满保障月球轨道交汇对接成功 河岛电视HOTV综合报道 北京时间12月6日5时42分 嫦娥5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汇对接 并于60时12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从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 通过远程导引和进程自主控制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逐步靠近上升器 以抱爪的方式捕获上升器 完成交汇对接 后续嫦娥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与上升器分离 则即返回地球 嫦娥5号圆满实现月球轨道下的 首次自动交汇对接 顺利携带月壤标本返回探测器 助力我国实现首次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让探测器跨越38万公里 完美太空牵手的 是中国航天科工研制的 交汇对接微波雷达 在我国首次月壤采样返回任务中 发挥关键作用 一路以稳定可靠的表现 为嫦娥5号提供高精度加速度信息 为这次交汇对接稳住速度的 是中国航天科工研制的 高精度加速度计组合 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即IF转换电路组成的 贯测小分队 嫦娥5号月球采样返回 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为止最复杂 难度最高的任务 由中国航天科工研制的嫦娥5号 交汇对接微波雷达 作为探测器在月球轨道中远距离测量的唯一手段 成功引导探测器实现 首次月球轨道无人交汇对接 该对接技术是嫦娥5号任务中四大关键技术之一 看得清更精准 月球轨道微波雷达是一组成对产品 由雷达主机和硬达机组成 分别安装在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器和上升器上 当轨道器上升器相距约100公里时 微波雷达开始工作 不断为导航控制分系统提供两航天器之间的相对运动参数 并进行双向空空通信 两航天器根据雷达提供信号调整飞行姿态 直至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 随后上升器中的月让样品和容器转移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根据北京实时数据监视判断 轨道器上升器对接机构所紧 转组合体运行模式 交汇对接正常完成 后续按正常计划实施药品转移 2月25所交汇对接微波雷达总工程师孙武介绍 此前的载人航天工程任务中 我国航天器在禁地轨道进行过多次交汇对接 都应用了航天科工的微波雷达 五战五节的表现足以证明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交汇对接技术 但不同的是 这次是在距离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 难度更大 与禁地轨道相比 月球轨道没有卫星导航等服务资源 微波通信是中远距离的唯一手段 月轨环境更复杂 要克服月球引力影响 所以自动交汇对接 对微波雷达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 为此 微波雷达团队攻克了相位干涉仪侧角 大宽角度测量等关键技术 孙武重点强调了 微波雷达产品应对月球轨道环境的新变化 其中对于大宽角度的精确测量 孙武带领团队着实下了一番大功夫 因长额五号的轨道器和上升器交汇对接 是体量相差巨大的大锥小复杂受力过程 采用了爆爪式的弱撞机对接机构 这样一来 需要微波雷达的侧角精度更高 我们采用了创新的误差补偿算法 进一步提高了微波雷达的侧角精度 大幅提升了精准对接的胜算 微波雷达项目主任设计师贺忠晴介绍说 此外 装有对接用硬达机的上升器 在落月时难免形成阳尘 这些肉眼不可见的月尘干扰 将会严重降低侧角精度 为确保安全度过月球之旅 硬达机上安装了特殊材料的防尘罩 就像给千里眼戴上了护目镜 嫦娥的这双千里眼 就不会变成近视眼 甚至全忙了 青年设计师纪博已经是第二次参与交汇对接任务 说起自己的产品 他自豪与兴奋的打起了比方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根据北京实时数据监视判断 要平转移 正常完成 挡回器 舱盖关闭 不许工作 按正常 非控计划实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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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谢谢 你来 夜方 你来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首次应用在探月工厂中 与静地轨道相比 月球轨道交回对接测控环境复杂 自动交回对接难度极大 对微波雷达提出极为苛刻要求 为应对落月阳城环境 二十五所还延续了特殊材质的防尘账 就像给千里眼戴上了护目镜 确保安全度过探月之旅 交汇对接微波雷达 首次实现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 月球轨道成功运动 标志着二十五所空间研制团队 向深空探测领域迈出了先时迷路 为后续更深入地开展深空探测 电影技术 河岛电视HOTV 不一样的电视台